这种道理的时候 我应该要当什么样的父母 应该要怎么样 但是你带着带着 然后他说过无数次的道理 但是他就是想踩踩看 对 怎么了 然后你试试看 然后你发火了 他马上就秀回来 就是 可是我也很害怕 就是你太给他 让他自主有这种空间 去触碰你的底线的时候 其实我会坚持自己 就是不能去触碰我的规则 对 因为我很怕没有规则的小朋友 我觉得我老婆会相对开放一些 她会跟我说 你想想看你小时候 你会这么整吗 而且或者是 你想要他做的所有的需求 如果他全部做到 你不觉得这不正常吗 是的 孩子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 然后我会说服 我说对 你说的也对 然后第二天带着 这个 我觉得这个做家长 是真的是不断的 要一直提醒自己 我的目标是在哪儿 然后根据孩子的性格 和不同的阶段 要一直调整我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是太难 也是一个不停的 要修炼的一个部分